这一天是五一劳动节,也是苏联最重大的节日。 莫斯科红场将要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, 但这次的阅兵要比以往都要低调, 因为最近冷战开始有了缓和的体像。 六个月前,赫鲁晓夫成为了第一位访问美国的苏联领导人。 这是国际关系上的一个重大进展, 意味着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能展开对话。 在苏联防空部队服役二十年之后, 弗洛诺依少校最近收到了他的退伍通知, 他希望睡醒后度过的将是轻松平静的一天。 起床后,弗洛诺依少校决定先去军营看看, 然后就去和家人共度节日。 在今天的飞行中, 鲁晓夫将飞到几千米的高空, 因此为了避免在高空中发生血液中氮气浓度过高的危险, 他需要提前两个小时吸足氧气, 他的压力套服经过特别设计, 可以在坠机紧急弹出时进行人身保护。 不过,若是身着这套衣服连续飞行十几个小时的话, 鲁晓夫便会因为流汗而减轻近两公斤体重。 在坡尔斯随身携带的装备中, 有飞行地图、身份证、安全通行证。 为了以防不时之需, 坡尔斯还特地准备了包括美元、卢布在内的汇金。 此外,他还带上一支装有消声器的 0.22口径手枪和200发磁弹, 以及一枚看似毫不惜眼的美元银币。 其实这枚小小的银币看似无害, 里面却藏有一支由中央情报局 花费300万美元研制而成的针筒, 其中装有一种及时致命的毒药。 在冷战最白热化的时期, 很多飞行士为了避免在敌方境内被活捉, 都随身携带毒药。 夕阳结束, 鲍尔斯准备就绪。 经过从头至尾的检查, 飞机一切正常可以起飞。 今天十分闷热, 气温接近30摄氏度, 湿度也接近60%, 汗流加倍的鲍尔斯非常清楚, 这是到目前为止, U2侦察机难度最高的一次飞行。 这次飞行结果成功与否, 关系着巴黎峰会是否, 能成功举办的命运。 出发时间到了, 早上6点26分, 鲍尔斯开阻油门。 起飞成功。 十分钟后, 鲍尔斯已经进入苏联领空, 来到距离克拉维达一万八千米的上空。 就在这时, 苏联雷达发现了U2侦察机的入侵, 发出紧急信号。 二十四分钟之后, 赫鲁晓夫被军队最高长官的电话唤清。 赫鲁晓夫得知了这件事之后, 进退两难, 在这之前, 他一直致力于同西方国家改善关系, 但现在如果下令攻击U2的话, 所有努力将前功尽弃。 巴黎峰会也将成为泡影, 但如果他什么都不做, 忽略此次挑衅, 定会遭到党内强硬派的攻击。 因此, 他必须快速地做出一个考虑周详的决定。